黃蜂猛吹 路上的雨也沒再客氣 停在路旁的轎車鳴笛聲大作 颱風小犬威力有多強 看看週四早上 肯定路上風雨就知道 另一頭招牌還有電線 也被吹到東島西歪 凶猛小犬來了 氣象鼠說 週四早上8點20分 已經登陸鵝鸾鼻 但五分鐘後又出海 根據颱風論壇 天氣特輯粉磚 秀出詳細路徑圖 小犬就是像這樣從最難點盃切過去 而目前速度持續減慢 呈現打轉情形 預估一直到中午前路徑稍微偏北 也有亂飄狀況 不排除二度登陸 或是在它通過我們的時候 它結構受到地形影響重整 這些都可能影響到 颱風它的路徑會出現不規則運動的現象 不過 前中央氣象局長正明點 也PO出雷達回波圖 犧牲小犬正在小心翼翼地繞過台灣本島 讓網友笑稱不敢登陸舊名叫打狗的高雄 而小犬來勢洶洶 後使眼牆指導 更為蘭嶼帶來破壞性強震風 根據近十年蘭嶼氣象戰 觀測十七級強震風紀錄 陸續打破二零二一年參數 二零一六尼伯特 二零一三天吐 甚至一九八四年雅力士颱風 也通通被小犬刷新記錄 周三晚間 蘭嶼測德 每秒95.2公尺震風 相當於超過十七級 風速季當下壞掉 也打破台灣一百二十六年來記錄 還有雨勢也不能大意 周四雙北東半部 恆春半島 以及屏東高雄山區都有局部性降雨 而周五基隆北海岸東半部南部 也有局部性大雨 颱風影響漸漸趨緩 美國媒體CNN也報導 小犬持續影響台灣 東南部尤其注意風是雨勢 小犬持續狂吼 全台民眾都要特別留意 體驗新聞晚上張慧閒 開報道 墾丁大街大風吹 吹倒的招牌 鐵皮一片一片 再被吹些翻來 往大馬路飛去 只見一旁小客車的車主 打開後車廂還想拿東西 結果又一波鐵皮掀起 直接被打中 車主痛的蹲在地上 扶著車子慢慢站起來 大街的招牌攤車滿街跑 敵造貨櫃木大的燒烤贪車 橫在馬路上 擔心會打到採訪車子 駕駛試圖靠近 想要移開鐵皮 誰知道風一吹直接被打到 有有有有 駕駛整個人摔倒在地 手臂被打傷 擦錯傷 而这个烧烤摊车吹了近百米 从监视器看到 狂风瞬间摊车倒了 暴风宛如隐形的大力士 将沉重的摊车推着跑 挡到住户的出入口 摊车台风威力之猛 店门口贴了胶布 玻璃依然被吹破 超商的招牌吹在半空中摇摇欲坠 只要风一吹 原先不能动的东西 全部一起摇滚了起来 有住户的铁皮夹盖屋顶挡不住 强劲风势 一开始屋子底部开始摇摆 紧接着整街铁皮屋子 不止吹先整个飞走 就连前线报导的采访车 车子停路边 不开瞬间阵风插进车底 驾驶想徒手搬路数 还有一堆掉落物 还有其他的采访车玻璃也被吹破 小犬台风让恒春半岛居民见识到 猛烈狂风吹 硬震了吹得乱七八糟 东倒西歪 TVBS新闻徐记宏黄小琪 屏东报导 海风狂笑掀起滔天巨浪 雪花四箭震撼场景宛如电影 中台小犬直播而来 富岗渝港清晨刮起八级强风 掀起七米巨浪 海水冲上码头 几乎快要淹没固定船只的石柱 小犬夹带狂风暴雨 台东市灾情不断 海滨公园国际地标 造型独特的藤边屋 抵挡不住强风吹袭 鼠直藤蔓吹光光 露出骨架看起来光秃秃 左右延伸的空炒屋顶更是残破不堪 公园海边视线雾蒙蒙 浪花拍打上岸巨响不断 中台小犬呢 它的威力确实也在逐渐的增强当中 其实在海边公园这边呢 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 不管是风势和雨势 都是增加了非常的多 风雨交加还是由民众前来观浪 大批漂流木被打上岸路数揽腰折断 连机车都不止倒地 港边海边雨水满溢 连市区的景观树木也通通泡在水里 水流快速冲刷 嫌隙树干随风打力摇摆 树干坚强挺住 铁皮却没撑住 整排塌垮倒向路边草丛 表示牌业倾斜依靠变电箱 台东市区处处灾情 小犬发威带来影响不容小觑 TV编新闻总和报道 摊贩铁架东倒西歪 塑胶已倒头灾跑在水里 菜市场摊贩他们在摆放商品的架子 原本都是摆放整齐在停车阁这边 而且它的重量是不轻的 但是昨天晚上也敌不过花莲玉里的强风 至少有三个被吹倒成这样 虽然花莲放台风架 玉里名全街菜市场还是有摊贩出来摆摊 昨天才杀一天就遇到台风 台风剩没有很多 加点卖 因为昨天就有订菜了 我们卖的人是菜比较贵 他果菜市场进货来就很贵 我们就没办法来吃照这样 菜饭提早叫货 却遇上中台小犬捣乱 生鲜食材怕坏 还是硬着头皮出来做生意 只是菜价变贵 茄子一斤卖到七八十块 大雨关系 蔬菜水果送来也烂烂的 利润很低 生意难做 不知摊贩铁家东岛西歪 种植路上的公园 同样不敌强风 遭台风摧残 不只这个大型的灯赶倒了 再往前走一点 这棵大树呢 也是连根拔几被吹倒倒在这边 墙壮树干挖出一大块泥土 草丛旁边的小型灯具也正往倒地 到处都是残枝落叶 小犬夹带风雨 玉璃大桥 修固蓝溪水位上升 细碎湍急 台风持续带来灾情 海上路上都要小心 TVBS新闻 陈寅人吴宇雅 蔡新鱼花莲采访报道 台南人德明安路 车棚抵挡不住墙风 一整片全被吹垮 就怕发生危险 紧急维持了封锁线 台南深夜吹起八九级墙风 安平渔光岛 路数倒了 挡住道路过不去 深夜时分还有大树压到房子 可把民众吓坏了 路数不敌墙风倒塌 4号晚间还两度压到电线 造成停电 小犬台风发威 4号晚间台南中西区府 前路上的老旧围楼 竟然下起了瓷砖雨 大小石块瓷砖 纷纷从上头掉了下来 警方紧急拉封锁线 就怕民众靠近被炸 而在南区金华路 深夜10点多 一间牙医诊所受到强风袭击 窗户不停摇晃 玻璃碎片掉满整条马路 现场一片狼藉 警方也紧急梳立三角锥 现场警戒指挥交通 这要砸到人还得了 嘉义市东区 强风吹断路数 两辆停放一旁的轿车被砸中 车主很傻眼 八二快速道路上 警方手中拿着指挥棒 不停上下狂吹 因为前方有路数倒塌 挡住了路面 远景墨黑指挥交通 就怕发生危险 嘉义沿海带多处出现 10到11级阵风 太保市由路数被连根拔起 全线也有多处电线掉落 一度造成6000多户停电 还好经过抢修 大部分已恢复供电 小全台风带来强劲风势 民众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TVBS新闻顾手艙季健亨 南部报道 凌晨五点多 马路上横躺一颗 比人还高的路数 横跨四个车道 导致车辆无法通行 好几名下方队员 蹲在地上 用工具将树干分段切割 暂时移到路边草丛堆 地点在澎湖湖西乡 成功往大城北路 发生路数倒塌 当时刚好压到一名路过的 21岁男子 造成他四肢擦伤 救护人员到场 紧急止血包扎 将他送医治疗 小选台风暴风圈 扫过东南部 逐渐进入澎湖 澎湖西雨冬极岛 一走就刮起十三级阵风 就怕又有路数倒塌危险 消防局清晨也派员到各县道 主要干到巡查 市区警告空无一人 尽管雨势不大 但从人行道上的树来看 被吹到剧烈摇晃 风力相当强劲 还没有雨 它风比较大 所以还是可以到处去晃 如果风雨更大的话 就要回离市 从港口看上去 海面上也掀起一阵一阵长浪 来相当不稳定 渔船统统靠港 用绳索绑在一起 做好防台准备 那我们还要再密切注意着明天 因为明天中午呢 保险 离开防御 那我们还要注意明天的 不经重力 跟它的阵风的强度 渔民无法出海也没闲着 除了看看自己的渔船 趁着没办法出海捕鱼的期间 修捕渔望 做好准备工作 只希望台风尽快离开 而在岛南辽港区 目前也是风雨一阵一阵 浪高一度来到五米 风雨持续提醒民众 尽量别出门 TVBS新闻 陈振黄金门 高紫耀朋友报导